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玥 还记得有一首歌吧 时光一去永不回 往事只能回味 我今天不是要介绍这首歌曲 我要说的是 时间过的 在快乐的人 过得非常的快 在心情不好的人 日子过得非常的慢 可是 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 有的是往往 我们上个年纪的人 觉得突然一下 从前不是念小学吗 小学生 怎么现在大学都毕业了 真的是过得很快 可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时间是一分一秒 一点都不差的 正常的在运作 但是我们自己只是 恍惚之间 他都大学毕业了 他都做事了 各位 老人也要把握时间 老人把握什么时间呢 把握你的当下 你的今天 怎么样让今天过得好 怎么让今天过得快乐 是你自己可以做得到的 这是完全你可以做主 不错 我们会遇到一些逆境 生活有一些 不中听的话 进到我们的耳朵里 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想 哎 你就放松了 你就想开了 那另外还有呢 就是 世事 不是只是从自己的主观来看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象 他之所以这样 也许有他自己的一个心情 那作为我们老人家的 我们有如何的方式 来帮助这个人 能安慰这个人 能够化解 对他有能成见的话 我们都做得了 只是你不太习惯那么做 人如果习惯 比如说大家聊天 突然有一句 有一个人说了一句 很不中听的话 你不要为这件事情生气 慢慢想一想 从他的角度 从事情发展的角度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想 时光一去永不回 前面要走的路 不是很多 但是你所走过的路 你能够用化解 用量这种宽恕的心 去来看看自己的从前 再看看孩子们一点点成长 这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上帝赐福的